福建莆田制协产业发达,制协工艺水平领先,协业是莆田的支柱产业之一。 数据显示,莆田协业企业有超过4200家,从业人员达50多万人,年厂值超千亿元人民币,年厂量12.6亿双,占全国厂量的9.3%。 自9月10日发现首个阳性病例以来,莆田仙游此轮疫情备受关注。 疫情下,莆田仙游的制协业现状如何?9月15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新协盛协业公司位于仙游县赖电镇。 下午3点,记者来到这家协企看到,工厂的大门紧闭,厂区一片寂静。 走进生产车间,原本喧嚣的流水线如今空无一人。 疫情爆发后,工厂立即停工停厂,公司的海外订单受到很大影响。 出口订单是很多,但是货做出不了。 我们是从厦门海关出口吧,要拉货轨道先游,你像货轨道进不来也出不去。 货全部压仓库很多,你看都白在走廊外面来的。 订单肯定取消一步坏嘛,如果都是这样长期下去一个月的话,工厂可能很不好做下去。 自2010年落户赖电镇以来,新协盛协业公司抢摊市场,拿下了不少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订单。 同时,不少国内一线品牌的内销订单也花落新鞋生鞋业。 展厅内,摆放着公司研发生产的各类运动鞋、休闲鞋。 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有员工2000多人,年厂能约600万双,年厂值6亿多元人民币。 这其中,外贸订单账比很大。 我们工厂主要生产一些专业性的鞋子,比如说我们的户外鞋,我们原先做了高尔夫球鞋,专业性比较高的鞋类。 对我们的工厂的竞争力会更高一点,海外客户欧美都有。 这次疫情供应链,我们凑到了一些损失嘛,因为供应链很多的工厂开不了工。 除了外贸外,近年来莆田鞋业也在寻求转型升级,0594蒲猫供应链平台以掌听加直播模式开展网络直播。 平台聚集和孵化一批网红主播,帮助传统电商企业带货出爆款,促销量,去库存,增流量,扩大莆田好鞋区域品牌影响力。 应该说目前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的货几乎离开莆田。 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我们公司是以内不统计的,大概有一千件左右的货,出去了五十件左右。 物流快递停运的原因导致了就是投地上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是比较大的困难。 于国民还介绍到,除了物流快递的因素外, 线上销售的客户对于来自莆田的商品也存在着一定的抵触心理。 采访中,于国民及新鞋盛鞋业公司的企划经理黄敏锋等业内人士都谈到了物流的问题。 他们也希望能建立绿色通道,帮助原材料进来,铺天鞋走出去。 绿色通道,有绿色认证,比如说这个从福建出发的这一批的,我经过验证网的它安全,能是安全的。 第二个,或是经过消杀的,或是人物都安全的,在全国能够通行。 物流都进不来,出不去,那这个就是也希望给我们一些绿色的物流通道, 我们能物流,紧急的物流我们能进来,紧急的东西我们可以出去,这是对我们企业最好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